血奶丈夫的死 目击到的幽靈 可疑的脚步声 还有十字流传开了的传闻被诅咒的房间 刀开这些无料的传闻并不难 但直觉告诉我 这是绝对不能遗漏的细节 好好想想 一定要从乱麻中理出一些头绪 这个声音在我的脑海中回荡 我没有这个声音 我也不会调查到现在这么深入了吧 事到如今我已经无法退缩 如果在这里放弃的话 我就再也没有勇气至于直接面对他了 所以现在我能做的事情只有一件 就是查明事件的真相 并见证这一切 喂别总是摆出一副臭脸啊 您出外情了 不 昨天喝多了 喝高了 现在头还疼着呢 昨天喝太多的宿醉吧 明明升区要职 应该稍微早点来上班才对 因为对此已经习以为常 所以也懒得去抱怨了 我默默的离开了座位 怎么要出去吗 有些事要去办 前面让在下陪你一起去吧 不用一个人没问题 我先走了 少梗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躺到我平时的固定位置 电视前的大沙发上的犬通脊步 文声不能文的叫着我的名字 什么事 拿错豆子来 啊 如何拯救都因人而异 要因人而异 这一点可不要弄错了 啊 颈部 颈部 想吐啊 哈哈 这个犬通你不喝太多了 起身 就 起身起猛了 胃就 胃就不舒服了 是吧 啊 怎么会这样 啊 哀哩啪啪啦的一通乱想后 他的脚步声 渐渐的远去 可能是要跑去厕所吐吧 再下去看看颈部怎么样了 拜拜 Tony 颈部最后那句话别有异味 我还没来得及问 玄奈里住的那个房间 以前就有传说被说被诅咒了 无论那个传闻有多么的荒谬 然后悠悠众口也是封不住的 如果关于公寓的传闻在房客之间传开的话 最终肯定也会传到房东的耳里吧 或者是这种想法 我来到位于公寓前的房东家 啊 拜访 谷官 就这里了 我按了按门铃 门开了一个老婆看出头来 您用什么事 不好意思打扰了 我是警示厅的 请问谷官晋江女士在家吗 啊 我就是 你听到我的话 并看到我出事的警察证后 房东谷官女士就皱起眉头打凉起我来 您用什么事吗 关于山芸庄202号房的事 我想跟您打听一下 202号房春日先生的事吗 啊 实际上 如果是问案子的话 我听说调查已经结束了 因为要做成档案 所以有些事情还想跟您确认一下 我所知道的 已经全部都告诉负责查案的警察 警官先生了 除此之外 我什么都不清楚 您来这也是白跑一趟 可是 不好意思 我家里还有病人要照顾 失败了 抛下这句冷冰冰的话 门就碰得医生在我面前关上了 叹了口气 把依然举在手上的警察证 放进了三衣口袋 看来冒冒失失的前来打听 是徒劳无功的 或许该带点小礼物来讨好一下房东 否则 再来多少次也是白搭 我回来啦 您回来啦 前辈 怎么样 有什么收获吗 遗憾了 没有 这样啊 听了我的话 小木像是自己遇到伤心事一样 上着垂下的间 对了 警部怎么样了呢 啊警部吗 他说他的心情不好 先回去了 已经回家了吗 这个人到底是来这里做什么的啊 这种事要是被其他部门 啊 勤奋工 被其他部门勤奋工作的警察们知道了 他肯定会被骂成光是拿钱不干活的 啊 的主管 警部究竟是怎么爬上现在这个职位的 这个谜越来越难解 我坐在办公室前 小木把蒸满茶的水杯送到我的面前 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位置桌下 那么大的水杯端在他的手上 看着就像个小酒 啊小酒站啊 小酒斩吗 一斩吗 啊 小酒杯好像就就讲小酒杯好了 不好意思 麻烦你了 哪里我也刚好泡了胡叉 所以也为您倒了一杯 要是再多一个人手就好了 不管是谁都可以 我从抽屉里拿出饼干也递给小木一块 哎 才来这工作一年我就变得如此狼狈 搞到这部田地 早也怪不到 怪不着警部啊 谢谢 真不好意思 是啊 要是能有个住手就轻松多了 至少能帮忙接个电话什么的 希望是个女警察 要是个美女就更好了 他说女警察也算是有一个吧 天钻士唯一的女性 不知正在哪里挣外快呢 心情不好只不过是借口罢了 今天啊 不是去堵马就是去玩爬进狗了吧 不管是哪种 都与我和小木冲进的女性印象相距甚远 天钻士也是个公认的大累赘 想再增加人手简直是做梦 不过幻想一下总是可以的 我脑中满是幻想的时候 堆满文件的办公室里忽然想起了饼干碎铁的声音 我可以问问吗 为什么 前辈正在调查的该不会是之前那个 是在考虑该如何开口吗 小木那棒球手刀式的大手中饼干已经被揉成粉末了 我很在于玄乃丈夫的那个案子 难道不是自杀吗 怎么说呢 现阶段还不能下这样的结论 小木似乎把我的沉默理解了 理解成了其他意思 对对不起 我只是想也许能帮上前辈的忙 小木说着就要在桌子上磕头 我慌忙的起身去扶他 不要这样小木 我并不是要可以隐瞒什么 而且如果你愿意帮我的话就太好了 正好我的调查也没什么进展 实在惭愧 只要能帮上你的忙 别人小木中一郎 不管做什么都愿意做的 不用勉强自己 没关系的 现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其实 于是我一边喝着小木泡的茶 一边把现在的情况尽可能详细的向他一一说明 从宣乃的丈夫被判定为自杀的理由 到他死后 我在办公室里募集到的幽灵 可疑的脚步声 以及房东看见的所谓的女鬼 还有关于202号房的传闻被煮造的房间 谈话结束的时候 我的雪杯已经空了 小木的脸色却变差了 详细情况就是这样 你没事吧小木 没没没事 我要小木的水里水杯里倒茶 哎 这是我今天第几次叹气了 也许是我多虑了 我认为有一些解释不通的地方 最令人在意的就是那个房间被诅咒的传闻 前辈的意思是 春日太太的丈夫是受到那个房间的诅咒而死 不 还不能这么说 但从传闻已经流开来这一点看 过去应该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和那个春日先生的幽灵传闻一样 就目前的经验来看 无论是东文不合理的谣言 要流传开来并定有某种原因 或许是出于怨恨 也许是无法公开 捕捉虫名般的细微声响 斟酌其中的含义 普通的侦察部门如搜查一颗 恐怕都办不到吧 只有 知道那个声音的存在 并且听懂他的含义的我们 才能够正确理解这一切吧 我是这么认为的 小木也在考虑着什么 不知 小木像熊一样发出一声闷哼 帮手交报一动不动 过了不久 他扬起脸来说道 前辈我也来帮忙吧 在那个辖区 我有熟人 我去向他打听更详细的情报 谢谢你小木 小木的话让我稍感心安 正在此时桌上的黑色电话响 编钻式的电话哼 编钻式的电话哼 编钻式的电话响了可真稀奇 我俩不由得都争了一下 争了就是呆住了一下 然后随后我拿起了 响了不停的电话话筒 你好这里是编钻式 死老混君 是我 你是薛乃 抱歉 忽然往你办公室里打电话 哪里 不要紧的 可能是怕妨碍我吧 小木拿着水杯往洗笛池走去 洗笛池应该是洗手台啦 他的声音很快就消失了 说实话我还真有点害羞 幸亏他离开了 有什么事吗 没有 我只是想对你说声谢谢 特地跑一趟来送伞 哪里 应该是我谢你才对啊 听说你回了趟婆家 我把外子的骨灰 我还以为你要多摘几天才回来呢 我和婆家人的关系不太好 因为与外子的年龄相差16岁 结婚时和他的家人发生过争执 我以为两个人只要相爱年龄的差距 应该不是问题 原来那死是单身者一厢情愿的想法吗 别说是结婚了 几乎没有恋爱经验的我 对这些事情根本无法体会 但我至少知道啊 这类话题还是不要太深入为好 严度必失 所以还是在之前 在此之前挂掉电话 我正准备开口时 那个小滚军 嗯 如果方便的话 能来五家一起吃个晚饭吗 啊 今天吗 嗯 忽然就说这些让你很为难嘛 我似乎能看见他在电话那一头等着我答复的样子 接下来是短暂的沉默 只有小木洗水杯的流水声格外强亮 我该如何回答呢 没有理由拒绝 那就去吧 啊 我好像是没有理由拒绝 我们就是先 先 先 先到